各位看到了吗 又是带麦当劳的广告 到处都是 就像我说的这样 保加利亚已经被麦当劳承包了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又是一个麦当劳 这又是个麦当劳 麦当劳周围你看看 这些全是麦当劳的广告 全都是 哎呀 确实被承包了呀 这是个桥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这是哪 但是周围看起来很荒凉 但是你看保加利亚 他不喜欢把那个楼盖在山上 这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有一个孤独的美女 这边应该是一个螺旋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下去的 去麦当劳专门楼梯 专门有个楼梯 盖的是很有意思 哎呀果然是个麦当劳城市 我上一次去波兰 华沙 华沙是你们到处都是加勒服 法国的加勒服 华沙已经被加勒服承包了 保加利亚是被他麦麦当劳承包了 匈牙利呢 现在是被一堆东西承包 所以他没有一个一家独大的东西 匈牙利没有一家独大 肯德基 麦当劳本 肯定都有 都比较均好 但是基本上也是国外的企业 没看到什么中国的连锁店 中国唯一有的就是中餐馆 中餐馆 从宏馆上来看像一个连锁店一样 因为都是中餐馆 但是名字都不一样 都是小作坊式的这种经营模式 小作坊 没有形成连锁企业 我觉得以后 中国中餐馆可以搞个联盟 叫中餐馆联盟 我现在去麦当劳吃点饭 看看他这个物价怎么样 这个麦当劳门口号 一个儿童悬梯 谢谢大家